嗨嗨嗨,大家好,我是微笑 這部影片繼續來當鹹魚 看一下今天所推出的全新聯動活動 喜劇之王,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吧 首先我們點進來會看到片場通行證 有分成免費白嫖的跟需要課金的 它跟競技場的通行證是完全一樣的 唯獨就是給的造型不一樣,是周瑜 然後還有額外給喜劇之王的卡包 等等會跟大家做介紹 那這邊如果你們本身就是有買競技場通行證 還有能力的話也是可以把片場通行證給買下來 算課金當中CP值最高的 那是無課小課就沒有必要了 每天白嫖這些獎勵就好 這邊有個重點,競技場通行證 我們買下去的當下 它會給我們直接升15等增加15級的經驗 但是片場通行證它買下去之後 是不會增加15級的經驗 這邊還蠻重要 有需要購買的玩家要先留意 算好自己的經驗 有沒有辦法達到你想要的對應等級 再來做購買 那其他的每日任務 每週還有暑假的任務 就是完成之後 可以獲得對應的通行證經驗 這邊要值得注意的就是 進行一次高級釣魚 微笑是不建議無課小課玩家做的 因為我們魚竿本來獲取的管道就比較少 我們都是要集滿160根高級的魚竿 剛好可以完成單月任務的捕捉達標再一次使用 那如果說我們每次都是為了要完成 喜劇之王的每日任務 那持續20天總共需要消耗我們20根的高級魚竿 對我們無課小課來說是非常不划算的 所以說微笑是不建議無課小課做這個每日的高級魚竿 那暑假任務當中也是有要我們釣30次魚 如果你剛好在這個時候有集滿160個魚竿 那就可以剛好釣配合我們的高級的這個月度活動 那如果說我們如果沒有的話 那這個任務也不用做 這兩個是比較要特別注意的 至於其他的活動就沒什麼太大的難度 每天照常玩都是可以完成的 再來我們看到金陸公演 也就是要打BOSS 跟每天的賢王BOSS很像 那總共有15層 每一層都會有對應的獎勵 前10層會給10個招募令 那11層開始他給的招募令就是減半 還有這個活動當中的童子槍也是 那這邊呢在沒有課金的情況下 你們又是從開服開始玩 應該都跟微笑一樣 剛好卡在第四關的紅顏 他真的超級痛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沒有練的輔助角色一刀就全部死了 那呂布呢最多也都是撐兩三刀就倒下來 本身對他造成的傷害也不夠 代表你用什麼陣容也都是打不過 只能靠我們戰力升上來再繼續打 那也是沒有挑戰次數的 每天可以無限的打 但就是要戰力上來才有辦法打得過 接著是片場試鏡 可以把我們拿到的童子槍 來這邊射這些小魚 那射到之後會有一些素材跟大獎 那剛好呢 這個是最後一個獲得大獎 第一輪就是10個招募令 那再來他就會馬上進入到第二層 層數越高他要射的魚就越多 那如果我們只要射到大獎 他會一次把所有的獎勵都給我們 但微笑我個人覺得還是很難射的 通常都是最後一個 他的概率並不是說一開始就設定好 是根據你射幾次 來決定要不要讓你中大獎 那再來則是第三輪 可以看到魚的數量變得超級多 那我的紙槍就只剩下8根了 我覺得是沒辦法射中啦 一定就是幾乎要剩下5個 5個一下才有辦法射中 除非你今天真的是歐洲人 運氣很好 每一關都射一下就射中 那你爬的層數就會比較多 最高好像是有20層 我記得沒錯的話 在這邊應該有寫 對是20層 那20層可以獲得裡面非常好的獎勵 5星專屬的魚靈跟300個珍珠 但這個一定要課金 聽說課的金額還不少 那如果是無課小課的話 應該是到7、8層就差不多了 以上的獎勵都是要課金的 最後看到聯動卡牌 目前就是推出喜劇之王 總共有9張不同的卡 我們只要集滿3、5、7、9 就可以獲得對應的獎勵 其中比較特別的部分是 它這個卡有機會抽到炫彩的造型 那就是會比較稀有 沒什麼特殊的能力啦 只是單純收集用 如果你們想要全部都湊滿的話 課長們就可以來特別抽一下 全部都是炫彩的 看起來也是挺帥的 那我們無課的話 就只要盡量湊滿9張卡就好 那活動持續21天 每天都可以白嫖 我個人覺得是沒有特別花金專要買 很柔米都可以湊滿9張 再加上我們只要打滿400關 就是4000關才對 推圖推到4000關 是可以將多餘的普通卡 贈送給其他玩家 也可以接受其他玩家的贈送 每週最多可以贈送20張 跟別人交換就好了 主要就是拿到這個9張卡牌的獎勵 那麼本次的喜劇之王聯動活動 就說到這邊啦 大家還有什麼不懂的 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看到了就會回覆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